來看全國酒店 台北國際花肥波蘭培 今天是第二天七文轉 在這裡開放一點點 就要跟兩千人來參觀 是有很多無事先報名的民眾 在外面等 發現沒有辦法去味道 是一直在玩壇 也有他要參觀的民眾 表示這個路線但沒有亂 也因為沒有人來解釋 真可笑 在這九點這裡開放參觀的花圃 他三公分區 一集就有這麼多民眾 走來白板 不過在那些地方沒有開放 沒有保養的人進去 這個偉哥向來的民眾 感覺有夠做 不跟你進去你會不會生氣 當然會啊你會不會生氣 見到有人因為進不進去 失望回想起 讓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只好一直按摩 叫大家比較有難生 感覺不爽 我們浪費時間啊 跟我們爭取笑的 旁邊有一個兒童遊樂中心 也可以免票進去 去看看然後待會再過來 今天台北花圃進入第二天測試 這裡開放一間間就拼進去 將近兩千人家 這麼多可以生氣的民眾 也是感覺很開心 大家都拿手機一直在一起 不過看到電腦裡面 亂吵吵 像親像蔡奇亞 民眾也是感覺有這麼多改進的地方 他們的動線啊 還有服務人員啊 就是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除了美之外 還有增加一些我們額外不知道的東西 主辦單位表示 經過第一天測試 今天也會放過 噴射湯家表西 而且也繼續歡迎民眾盡量 找麻煩 來到三天發布 還可以來早發現的問題 記者臨前衛議員 理解台報報道